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恋爱达人秘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校对分歧 幽默是爱情的润滑油 二 恋爱健身房 一起练出默契肌肉 三 田野秘理研究所 每日一句聊心惊句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校对分歧 幽默是爱情的润滑油 好吧 各位 让我们来聊聊 爱情中的幽默感 这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爱情很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喜剧 有时候也可能是一处悲剧 但如果没有幽默感 那么 这出戏就像是缺了调料的汤 平淡无奇 想象一下 两个人坠入爱河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直到他们发现 彼此有着不同的习惯和观点 这时候 幽默就像是一瓶神奇的润滑油 能够让这些分歧变得不那么尖锐 甚至变成增进关系的奇迹 比如说 有一对情侣 男方喜欢足球 女方却对此毫无兴趣 一天 男方又在看重要的足球赛事 女方走过来说 亲爱的 如果你能记住我们的周年纪念日 像你记住你那些球队的比赛日程一样 我可能会考虑 让你的球队成为我们的宠 这样的幽默 既表达了她的感受 又没有直接批评对方 而是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提出了她的期望 再比如 一对夫妻因为家务分配不均而争吵 妻子说 你知道吗 如果打扫卫生 能燃烧卡路里 我现在可能已经消失了 丈夫听后 笑着回应 那我得赶紧学习 怎么做家务了 否则 我可能会找不到你了 这样的幽默 不仅缓解了紧张气氛 还可能激发出一种 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 幽默感 在爱情中的作用 不仅仅是缓解紧张 它还能增强伴侣间的亲密感 当两个人能够一起笑对生活中的小插曲 他们就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联系 这种联系 能够让他们在面对真正的挑战时 更加团结 当然 幽默并不是万能的 它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如果幽默变成了讽刺或者伤害 那么 它就会像是在爱情的油箱里加了糖 不仅不能让爱情的车辆顺畅行驶 反而会让它抛锚 所以 亲爱的学者们 记住 幽默是爱情的润滑油 但使用时要小心 它应该是一种温和的 建设性的力量 让两个人的心更紧密地贴在一起 而不是成为分开他们的鞋子 现在 让我们都带着一点幽默 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分歧吧 毕竟 笑一笑 十年少 这句话在爱情中同样实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等我们介绍一下 恋爱健身房 一起练出默契肌肉 各位亲爱的学者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代爱情现象 恋爱健身房 这个概念听起来 就像是爱情版的和气道 不是以全相向 而是以爱共断 在这里 情侣们不仅仅是在健身房汗水交织 更是在一起练习那些需要默契和协作的肌肉 首先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什么是默契肌肉 这可不是你在解剖学课本上能找到的肌肉群 而是一种比喻 指的是情侣之间无声的沟通 理解和协调能力 在恋爱健身房里 这些肌肉得到了特别的锻炼 想象一下 当你和你的另一半一起做伴侣瑜伽时 那种需要彼此支撑 平衡和信任的姿势 无疑是对你们默契的一种考验 当一个人需要向后仰 完全依赖另一个人的支撑时 这不仅仅是身体力量的展现 更是对彼此信任的一次深刻体验 再比如 当你们一起参加有氧拳击课程 互相担任对方的拳击沙袋时 那种需要控制力道 观察对方反应的过程 其实也是在练习 如何在生活中 适时地给予对方空间和支持 当然 这种锻炼不仅仅限于健身房的四壁之内 情侣们在一起煮饭时的分工合作 旅行中的相互照应 甚至是在IKEA购物时的家具选择和组装过程 都是对这些默契肌肉的几家锻炼机会 不过 各位要记住 就像任何肌肉一样 默契肌肉也需要恢复期 过度的锻炼可能会导致关系的疲劳甚至受伤 所以 别忘了在你们的爱情健身计划中加入一些休息日 比如一起看场电影 或者各自享受一些个人时间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恋爱健身房的最大秘诀不在于你们能举起多重的哑铃 而在于你们能否在彼此的心中举起爱的重量 所以 去吧 情侣们一起练出那些 看不见全能感受到的默契肌肉 让你们的爱情更加健康 强壮 并且充满活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甜言蜜语研究所 每日一句聊心惊句 当然 我很乐意为您分享一些关于甜言蜜语研究所的深入见解 同时穿插一些幽默的元素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甜言蜜语是人类交际艺术的一部分 它的历史几乎和言语本身一样悠久 从古埃及的情诗到莎士比亚的浪漫戏剧 再到现代的短信和表情包 人类总是在寻找新的方式来表达情感和吸引他人的注意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甜言蜜语研究所可能会提供的一些聊心惊句 这些惊句不仅仅是简单的赞美或者恭维 它们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语言艺术 只在触动人心 甚至有时候还能让人会心一笑 例如 今日的聊心惊句可能是 你的笑容应该被定义为第八大奇迹 因为每次你笑的时候 我的世界都亮了起来 这句话不仅赞美了对方的笑容 还巧妙地表达了对方给自己带来的积极影响 但是 甜言蜜语也是一门科学 它涉及到心理学 社会学 甚至是神经语言学 研究表明 合适的赞美能够激发大脑中的奖励机制 释放出多巴胺 这是一种让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 所以 当我们说你的眼睛像宇宙一样深邃 我愿意成为永远探索不尽的宇航员 我们不仅仅是在说一句浪漫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在玩转大脑的化学反应 不过 甜言蜜语并不总是万能的 它们需要根据情境 关系和个人的喜好来调整 如果你对一个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说 你和派一样 无论我怎么计算 都无法得出你对我的重要性的确切直 这句话可能会引起困惑而不是心动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甜言蜜语虽然美妙 但诚实和真诚才是维持关系的基石 如果你的甜言蜜语 像是从聊心经据日历上随便撕下来的 那么它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有效了 真正的艺术在于 找到那些能够真实反应 你对对方感受的言语 即使它们不是那么华丽 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使用一句聊心经据时 记得要让它既甜美又真实 这样它才能真正触动人心 毕竟 最好的甜言蜜语 是那些能够让对方微笑的 而不是让他们翻白眼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聊了幽默 默契和甜言蜜语 这三个与爱情相关的话题 幽默是爱情的润滑油 它能够让我们笑对生活中的小分歧 让我们更加团结面对挑战 默契肌肉是情侣间无声的沟通 理解和协调能力 它能够让我们在一起 做各种有趣的活动时更加默契 甜言蜜语是一种表达情感 和吸引他人注意的艺术 它需要真实和真诚才能触动人心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在爱情中有使用过幽默的经历吗 你们觉得默契对两个人的关系 有什么影响 你们喜欢收到甜言蜜语吗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想法和经历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讨 这些有趣的话题吧 记得保持幽默 笑对生活中的小插曲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